接下来我们要请艺术家为我们代表致词 欢迎何文琪老师的夫人邱金菊师母来为我们大家来致词 欢迎 我帮师母念一下她写的就是在手册 这段时间我多次都到师母家 我最感动的就是 其实师母也是我们屏东大学的杰出校友 可是她说家里不能出两个艺术家 所以她是完全牺牲自己 完全去支持何老师 她就是教书六年之后就变成贤内助 然后完全就是无私无我 这个才真正的是菩萨 我们给她掌声鼓励 谢谢 何老师小时候从资源与资讯都缺乏的时代走过来 所以有一个志向 一定要到美术专业大学好好地磨练 将来可以回到故乡屏东 提高在地的美术水准 培养年轻学子创作更优质的美术作品 何老师说 好的艺术作品和音乐作品 可以流传好几世代 何老师的抱负和想做的事很多 何老师的桌又铭就是努力 努力再努力 热爱美术的何老师一生坚持创作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会继续完成何老师的志愿 人生短暂如朝露 艺术永恒传千秋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童玉如 我们的创办人 来为我们的师母带为致辞 那我们师母也在现场 大家给她一个掌声 接下来我们欢迎蔡俊章部署长 来前面为我们致辞 欢迎 校长还有何淑姆 还有卓市长 也两位副校长 两位院长 还有董事长 还有另外我们一大 那个李良坚 也是我们英林高雄同乡会的会长 另外还有我们全国 云林全国同乡会副总会长郭吉来 今天这一次的创办人 还有很多医师家 以及各位贵宾大家午安 站在这里呢 心里也是一样啊 一方面呢 也是我云林同乡 刚刚看到呢 我们云林县政府 云林同乡会 云林同乡会 共同呢 来合办这一次的发展 尤其呢 创办人 童小姐呢 也是啊 我们云林同乡 当时呢 他一生令下 我呢 就感到 一方面感到荣幸 一方面呢 感到无限的怀烈 尤其呢 我们评论大学 早期啦 我过去明国六三年 到六十七年呢 都在我们冰冬 关联合部 在榜辽 拍手 等到不拍手 到近代局 另外 应该说 和这个校 有更大的渊源 就是我的业父 林金川老师呢 也是我们冰书比较 虽然他一样 也在做行 但是呢 他 教育他呢 把他的女儿 来协制我 在意识的创作方面 可以讲 帮助很大 做警察呢 在台湾厚部 十二元市 做国家的警察局長 但是呢 公务的生涯 像照片一样 我们和师母 在我们和文吉老师里面说 人生反战如招募 意思呢 意思呢 可以传全球 为多为五十八年 我们和师母 在这个 无论是境界里面 尤其是在利用闲暇 和师母 帖副料呢 更能够有时间 来做意识创作 这次呢 我们 同创办人来办一个 结合 这么多的 知名的意识家 大家可以做会 再来 利用这个机会 让我可以 过去到台湾 外国和美国各地来 办各展播了很多次 但是在屏東 连一次连展都没有来参加 所以嘛 利用这个机会 回来 屏東 可以说 屏東加塞 回来 屏東参加 连展 也是我的影响 最好 再多呢 感謝 创办人 感謝 我們好好、好長 過去的来政部 我的经政室 呢 大家就有熟悉 今天去居住 既然 也感到 看看 效應 怎么办得这么好 最好祝大家 平安 喜乐 事事如意 謝謝 可疑 我也是 人家说 台湾消亡 送一把的 我們邀請我們的陳校長 校長 市長我另外送一本畫冊 我們邀請我們的周市長來上台來接受我們的畫冊 我們邀請我們的許文中理事長來為我們上台來致死歡迎 校長還有車展人還有市長還有各位嘉賓各位來賓大家好 突然上來有一點訝異喔 其實屏東這個地方是我第二次來第二次 第一次應該是在民國75年的時候到屏市來參加活動 到屏市這邊來 這是我第二次進來這樣子喔 那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可以到屏東來連展一些作品喔 那其實難不及我們蠻熟的喔 那在座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喔 我在高雄住了十一年喔 所以像那個高盛賢老師啦 洪塔妹老師啦 其實我們都是很熟很熟的朋友了喔 那蔡君翰副署長也是我們在台北很熟的朋友喔 那還有很多像那個王Peter先生喔 今天也是特別從台北下來喔 還有很多的鄉親喔 那我是台南人喔 那我是台東磁磚畢業 然後之後在新竹寺院 然後後來到師大美術院就所 那住過的地方也相當的多喔 那我現在目前住在板橋這樣子 那其實我對於藝術創作 我就很感佩說 現在這個年代還有人推動這個古典藝術 那這是一個相當扎實的一個基礎的一個 活動喔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的難得喔 那也希望說大家能夠多支持這樣的運動喔 謝謝